我後面的餐飲我今天已經有開會 所以說我會比較辛苦 可是阿館就是講賺錢喔 沒有不辛苦的 那首先我要找一個老師 那跟這個老師呢他來教我做麵包 我覺得主要就是要做那個麵包體 我要做好幾種麵包體中間選一種 就是外酥 里嫩 然後可以夾那些配菜 那些牛肉 那第一步館長 我也不夾手他人 我會帶著身邊的人一起下去學一起下去做 我自己一定要會做 有我自己 就是我請會做麵包我可能花錢 請那種專業的老師來教館長 如何做一個麵包 那第一個 我先要把 這一個我要租一個地方 我要租一個 地方 然後裡面買冰箱 買 烤箱 買 發麵的地方 買攪拌器 買反正該買的都買 買煎台 煎牛肉的煎台 買油炸鍋 就是用一間廚房 他裡面所擺放的東西全部都是營業用 那這個廚房呢 不是地獄廚房 是阿館廚房 阿館廚房 這廚房就是 設下去 然後 專門請老師來 教館長 然後我自己要下去學 我相信以我的天賦 因為我們沒有很複雜 就是一樣產品 只是要做到 所以我的員工會爽死 我的員工會爽死 那 就是說 我會 我會 就是 研發 這叫研發 我們要一個研發的前面 那我們就是要花錢 來建制 譬如講說 請一個麵包名師 他不是來這邊工作 是到我的顧問 喔 對不對 未來會開放加盟投資吧 這我不知道 我先把自己做好再說吧 那我知道很多管粉都是 我管粉有很多很厲害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 先交給 我的幹部他們去幫我找一個 民司 那也是開過店的 最好是有開過店的 因為我們用的器材 都不是家庭用的 因為未來我們是要做大 所以我們是 自己一天譬如講說我能做1000顆500顆出來 然後他不會 不會一開始試驗可能100顆 200顆 管就自己在那邊求100顆 做100個麵團100顆200顆這樣 然後他的品質不會變 然後連續做多久 所以我的員工 我的健身房員工 我電商員工他們就要幫我吃 甚至是我會哪個會員吃 因為做太多的話 所以林口館是最近的 所以有時候也許 再過一兩個月之後 林口館的會員可能會看到門口有發免費的麵包 就是那個麵包體 就是我送給你們吃 不然我吃不完 那因為研發總是要做東西出來 我要自己做 館長親手做的麵包 就是我們要先做 先做 所以前面 成本沒有關係 所以我 我跟你講你要賺人家的錢 你就是要 什麼都要自己來 所以我們就是要先 做 先做 那等我們做出來之後 一步通步步通 搞不好改天我 腦袋裡面會有很多想法 我的人是這樣 因為行銷後端我沒問題 行銷我沒問題 行銷我很強 後端組合我沒問題 我下面幹部這麼多 要拍片要攝影要行銷 要網路行銷 要跟網紅合作 這個我們都超強的 台灣前幾強 可是前端 前端 如何研發出 商品 這是我們的落項 老實講也不是落項 就是說我們要 我以前是做串燒 我懂他的流程 我懂他的建構機具 我懂他的成本 因為畢竟我們開過店的人 畢竟我們做過健身房 畢竟我也做過電商 做生意的概念我有 但是今天跨足到一個 全新的領域的時候 你要重新怎麼樣 你說Post機 系統 櫃台 裝潢那個 我們都很熟 最重要是東西的本質 你一天要誕生多少東西 他不會變質 還有 你要多少醬料 你鹽巴要抓幾克 還是要跟 很多人去 研究一下 謝謝同內 求鬼漢堡 應該是不會 我們 就是要主打他的天然 所以第一個 麵包要現做 裡面不能添加 任何的 添加劑 最天然的麵包 什麼麵包 而且對身體也比較不負擔 他不算精緻食品 我們那種麵包不是精緻麵包 裡面沒有糖嘛 就是麵粉 酵母 水 就這樣 雞蛋 也許加個雞蛋 就看 老師怎麼教 我要是最天然的 不然我怎麼當賣點 我的賣點我一定會拍影片啊 我一定從頭到尾就看館長在那邊 倒麵粉攪拌起來 在那邊 在那邊弄給你看 然後推烤箱進去 然後他膨脹 跟館長的老二一樣 好長啊 好大啊 然後再出來 大家吃我下面 吃麵包喔 把嘴張開吃麵包 國老麵包好好吃喔 對不對 吃國老麵包 是不是 我們再聊下去 所以館長房子租了 我的廚房租起來了 我的器具買好 需要應該一段時間 老師找好 可能就沒有辦法 每天開直播 陪大家 可能 一個禮拜會有兩天 去做麵包 或是去研發新產品 可能啦 我擠一點時間 時間就像乳溝一樣嘛 擠著擠著就有了嘛 就像打手槍一樣嘛 再怎麼樣還是會 射一點出來 是不是 打太多 是不是 所以說 我可能會更早 我更累 因為我還是要訓練 我還是得訓練 還是得訓練 然後又要做自己研發東西 可是我相信 我做個幾次 做個10次20次30次50次 我們就架心就熟了 然後我就自己做 我靠我可以 我做出我自己的 我都直播了好不好 我就跟直播分享 好不好 如果我真的可以 好不好 我再直播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就要學吧 我自己做 揉麵團現在不用揉麵團了啦 現在麵團都是用攪拌機攪的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要研發哪一份牛肉 牛肉 然後他又有油花 又要便宜 夠便宜啦 牛肉都不便宜啦 夠便宜啦 謝謝 我現在還在研究牛肉的部分 要夠便宜 但是又不能 要夠便宜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那種什麼沙朗啊 什麼 但是牛肉你要有一點 等級的 然後要帶一點油花的 他還是有一點價碼在 因為我要給大家很多肉 所以我現在都在想辦法 測試哪一塊肉 謝謝香港的朋友 測試哪一塊肉 煎下去跟麵包和起來口感是最好的 好不好 對 所以 我沒有要OEM 我這個全程要自己做 謝謝魚 謝謝 我跟大家講啦 這次官長鐵了心啦 我們這次所有的東西都要自己來 我沒有要OEM嘛 就算未來開中央廚房也是我們自己的員工啦 也是我自己經手的啦 這樣大家才會吃著放心啦 我的生意才會好啦 這個我顧慮到好幾點 我可以叫人家做 我真的可以不用下去做 真的 但是我就是要下去做 因為我發現我的事業 我什麼東西 都要自己下去做才會賺錢 這是第1點 老天爺給我的磨難 不要抖 抖什麼 第2點是 粉絲看到 大家看到 才會真的想來吃 因為是真正我 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研發出來的 館長做出來的 當然我會手把手跟員工交給員工嘛 後來會讓員工去做嘛 但是館長也會做 這是館長從我的廚房裡面誕生出來的東西 你懂嗎 第3個是 我們自己吃了什麼東西 我自己做 我才有辦法保證品質 我說天然的 我OEM出去他用什麼麵粉 他用什麼油 他用什麼方式做 廚房乾不乾淨 我看不到啊 到時候吃了 你們吃了身體出問題 招牌是我的 我就去死了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跟食品廠不一樣 食品廠他有 他是食品廠 做出來的東西是 那食品廠的東西 他罐頭那種東西 調理包的東西 他並不是調理包 現做餐廳的東西他是新鮮的 很多東西都是集齊的東西 新鮮的完全不加什麼任何 任何調味料 任何防腐劑 任何保鮮劑 任何化學東西我都不加 而且每天新鮮製造 這個就是我的賣點 牛肉也是 整塊冷凍的那種新鮮的冷凍肉出來 直接現切出來現煎 都是用 都是最原始的東西 才符合 才符合大家的需求嘛 才可以賣價比較好嘛 這樣才合理嘛 對不對 沒有啦我們就不是幹掉五寶村 我就不是做麵包的嘛 我跟你講各位 我們不是做麵包店 所以五寶村那不是 我們做這種店在台灣是很少的 幾乎可以說沒有 因為我自己去研發一個特別肉多的 Sewish 不要說沒有啦 就是像我們這樣的類型沒有啦 像有越南三明治 有法國三明治 有美式三明治很多 那在台灣來說 還沒有人敢做成這麼肉多的 我來做 我們來做嘛 好不好 Subway也不是我的競爭對手 我也不是他的競爭對手啦 我也不是他的對手啦 人家是 人家全世界開什麼玩笑 你只要看 那個韓劇 奇怪 不管什麼韓劇約會的店都是在他媽的Subway 有沒有那個字路性行銷 我看了十部韓劇 現代的 不管怎麼樣前拜前拜 買了點心永遠是Subway 加一杯Subway的飲料 兩個約會就是在Subway會有一個橋段 字路性行銷只有嚴重而已啊 只有嚴重而已啊 我就看了十部韓劇都這樣子啊 是不是 我們不是 Subway不是我的對手 我也不是他的對手 因為他是做冷的 我們不一樣 他是冷時的 我是熱呼呼的 我是現天真的 所以我們是自己特殊 我不要再跟人家當對手 館長就是自己的 這也是自己的 好不好 五年行大運 阿里亞你好呆喔那個臉 叮咚叮 1 2 3 1 1 2 摸夠了 所以 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弄好了 我就要自己去choke了 那我相信我一定學得很快 相信我一定學得很快 然後到時候就拿給各位吃吧 然後我們就自己研發 各位要有信心啦 是不是 我現在就是想要去計算一個的成本可以到多少 因為說實在話啦 我跟大家做實在話做生意沒什麼訣竅 成本決定要押到的 比如說我一顆要賣一顆這麼大一顆要賣180 那電租嘛 人事嘛 原物料嘛 要到底是賺多少 我才能賺錢 我是希望啦 我個人是希望 因為還有一些稅要付 我個人是希望扣掉全部的人事 我至少可以賺30% 這是我的願望 可以賺30% 可以維持在30%的獲利 然後再去繳稅 所以繳完應該賺20多%吧 我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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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一顆喔 我那個一定超大一顆的 好不好 其實這樣大缺貨 沒關係 我們去問問看 不可能35 我的做法不可能35 你只有我們這個牛肉加那麼多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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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謝謝 謝謝各位喔 我們去研究一下 到時候我們去研究一下吧 我們都研究一下啦 我們都研究一下啦 館長都來研究一下啦 好不好 大家到時候 到時候都來吃吃看啦 到時候都來吃吃看吧 絕對好吃的好不好